有很多人可能就認為記憶是死記硬背 但其實記憶有很多不同的記憶方法 有接受過記憶訓練的學生說 通過訓練左右腦鋼方法去記事情 就能夠有效縮短自己溫習的時間 還可以令自己記事的量多了 在學校的教學裏面 有很多材料都是要求學生去記 例如外語詞彙、歷史、地理、定義和方程式等等 那記憶是我們的生活裏面 扮演著甚麼角色呢 阿恆在大學就讀心理學 由於學習上需要記大量的專業名詞 所以他每晚都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記 但是記好之後就發覺自己記不入腦 我們現在在澳大讀心理學 很辛苦的 因為澳大心理學要用英文上課 很多專業名詞要記人格分裂、精神分裂 很多病徵要點醫、很鬧架 所以第一年都讀得很辛苦 每晚都用三個幾小時去看一半書 看完之後全部都忘記了 那就很慘了 他又說第一時候的成績 只是剛剛能夠被他升上第二 所以他兩年前就嘗試接受記憶培訓 但他用了記憶的技巧去讀書之後 又是否真的有效呢 分裂的時候就減少了很多時間 平時溫三個小時就可能看兩課書 現在可能看兩課書只不過要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還有他記的量多了很多 看完之後就甚麼都忘記了 為了給大家能夠看到記憶訓練是否真的有效 我就在一副紙牌入面抽出20張紙牌 而阿恆就要在30秒之內記好然後順序說出這20張紙牌有些甚麼 第一隻是紅心7 第二隻是家磚8 第三隻葵善跡 第四隻是家磚6 第五隻是葵善3 第六隻是梅花6 第七隻是葵善4 第八隻葵善2 第九隻是梅花9 第十隻是葵善6 十一隻葵善煙 十二隻是家磚9 十三隻是家磚5 十四隻是梅花3 十五隻是梅花8 十六隻是紅色Jocker 十七隻是白色Jocker 十八隻是家磚職 十九是梅花職 二十是紅心職 結果阿恆亦都能夠憑著記憶說出來 而今年十歲的康仔亦都說以前讀書需要花較長的時間 但現在讀書的時間就縮斷了 以前溫書真的有時時間很長 但現在都縮斷了 在哪一方面呢 在英文學習上方面 因為我都讀了那個英文班 有記英文的方法 所以可以很快地溫度 那成績方面有甚麼呢 都有進步 好像今次咬試一樣 英文的成績都不錯 澳門記憶學會副會長洪梁社就說 記憶雖然不能夠代替完整的學習 但是就能夠補足和促進學習 他又認為 現在很多人都用一讀再讀的機器重複方法去記事 不單止記憶效果差 而且容易忘記 現在我們記憶的方法其實是不對的 我們記憶的方法只是用我們的左腦 現在我們教你左右腦一起用 變成你是不會受到干擾的 他又說在開始學習一樣東西的時候 聽和記是非常重要 那他是透過甚麼方法 令到學生能夠有一個好的記憶方法呢 我們首先是教他的聽記 是很重要的 教你怎樣去集中精神 在很短的時間裏面 立刻將你的課本已經吸收了 而我們再有一個時間表給你 教你怎樣去記你應該記的課本 記憶技巧主要是透過運用形象 來到進行記憶和思考 他又說 在學習的活動中 利用形象記憶和思考 不單止能夠提高學習和記憶的效果 還能夠促進大腦右半球機能的發展 澳門電視台記者鄧曉音報導